李显龙总理抵达斯里兰卡首都克伦坡 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李总理明天将见证 新加坡斯里兰卡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仪式 协议将能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斯里兰卡目前共有90家新加坡公司业务领域广泛 从食品业、建筑业到酒店业都有 斯里兰卡自2009年结束了26年的内战以来 平均每年有6%的经济增长 新加坡企业因此看准了这里的商机 我国和斯里兰卡去年的贸易额大约27亿新元 两国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预料将进一步推动双跌贸易 两国家都很关注这件事 李显龙总理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将建政协定的签署 李显龙总理